第十分之后 字幕提供 周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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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肚子疼得难受 你上医院给我去看看嘛 老不死啊 成天事倒是不少 看你就来气 周姨 再怎么说 你也是我的儿子呀 你怎么 真要骂我呀 你个老不死的 在床上都贪婪一二十年了 要不是我媳妇天天伺候你 你这天天在床上拉 在床上尿的 说句心里话 这么多年了 都是我儿媳妇小花 一天到晚的伺候我 我 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她 下辈子做牛做马 我也要报答小花 儿子 你是怎么对我的呀 你可是我失业怀态 亲生的儿子呀 你就这样 每天让我死 让我活 我这造的什么孽呀 你还造的什么孽 我还想说我造的什么孽呢 你看别人家 小马 他父母给他买车买房子 你再看看我 乖妈 没有本事 你就乖妈吧 妈也想 给你买车买房呀 可是 从小你爸就走得走 我手挂手了几十年 把你养活到 让你考上大学 妈已经很不容易了 虽然 你供着我考上了大学 我这大学刚毕业 刚上过 刚找着的工作 你这就贪了 我这好不容易 结婚了 幸亏 我媳妇是贤惠 在家天天照顾你 我这天天在外面工作 天天累死累活的 一个人得养活一大家子 我容易忙活 好了 不说了 我还有事 我先出去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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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哭什么呢 妈 小花 是妈对不住你 妈 是妈连累了你们 怎么了妈 这好好的 你哭什么呢 刚才 早已 把我骂了一对 说我 在这里躺了那么多年 一直拖累的 我有的时候 真想一死白了 在这个家 活着还有什么用啊 只会拖累你 妈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这 我既然都嫁给赵鱼了 你就是我亲妈 我照顾你 这还不是应该的吗 妈 你看你说的 小花 真不知道 少妹子 我没记得什么德 能叹到一个 你这样的好儿媳妇 妈就是死了 也知足了 妈 你别难过了 等早已回来了 我好好说道说道她 她怎么这么对你呢 妈 妈 你中午想吃什么呀 我跟你做 小花 做什么都行 行了妈 那你别难过了 我去给你煮粥 你在这好好的啊 好 小花 你去吧 行吗 别哭了啊 老公 你又在干嘛呢 看视频呢 看啥视频啊 对了我问问你 嗯 这妈 今天你跟妈说什么了呀 我看妈 挺伤心的 还哭了呢 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啊 那妈怎么哭那么伤心啊 老师说 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啊 什么都没说啊 不可能 你是不是又嫌弃她了 没有 我怎么可能嫌弃我妈呢 你什么脾气 我还不了解吗 周瑜 你说你都那么大人了 妈辛辛苦苦的把你拉扯的 她容易吗 还够你上大学 你也是个有文化的人 你怎么能这么对妈呢 我怎么了 那是我妈 我想怎么对她 就怎么对她 狗男后子 多管心血 周瑜 你别玩手机了 你看看 你整天玩手机 都成什么样子了 我整天玩手机 我天天在外面忙死忙活的 今天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你说我天天玩手机 你这话不觉得伤人心吗 是我伤人心 我自从嫁给你 我过有一点好日子吗 整天伺候咱妈 伺候你 你呢 除了上班 你还会干嘛 就知道玩手机了 你伺候咱妈一天过吗 你这还给咱妈生气 让咱妈伤心 我告诉你 周瑜 今天 如果你不给咱妈道歉的话 那这日子 就不过了 就不过了 老婆 我知道错了 我这不是 最近 公司的压力比较大吗 好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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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样想就睡了 你看妈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也不容易 妈你就放心吧 我和赵鱼以后一定会好好睡你的妈 大姐 我就是给你打电话的那个 那个小马介绍的 是 你们两个看着挺年轻的 是不是刚结婚啊 刚结婚没有多长时间 然后这不是刚来到这里吗 姐你要租的就是这个房子吗 不是这个房子 我的房子那在外面的 刚买的 我都不舍得租 看你们两个人年轻 看着也特别干净 就租给你们吧 那大姐我们现在可以去看看那房子吗 可以可以 现在都可以去 走走 来 过来来来看看 怎么样 你看看 房子倒是挺干净的 沙发 柜子什么的也都有 那大姐 这房租一年多少钱啊 房租啊 一年一万块钱 也不贵 一万啊 大姐 你看 这房租能不能再便宜一点 我跟小华我们两个也是刚来这个城市 手里也没有多少钱 哎 你说便宜那不行 你看 我们这儿租的都是这个价钱 你看我这房子都新的很 你们看看 要不然你们考虑考虑吧 小公 我看这房子都还行 要不就租这儿吧 行了 那就租这里吧 行 大姐 要不我们就租这儿吧 那行 你们就 那就长期住在这里吧 行 那我们明天就搬进来 好好好 那我先走了 行 那你慢点大姐 好好好 小公 我们等一下回去收拾东西 明天就搬过来吧 行 小公 行 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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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找这儿让我坐下 老婆 怎么了 你先别拖了 先坐这儿 我们说说话 怎么了呀 坐这儿 老公怎么了 你看 这又不是咱们家的房子 你这一下班 就开始拖拖拖 我光看见 你这就不下三遍了吧 老公 你看 咱们是长期住在这儿的 这房子拖干净了 这自己也看着心里也舒服啊 这暂时说了 如果换位思考一下 这房子是咱们的 租给别人了 你说这别人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这咱们心里也不舒服啊 对不对 老婆 你说的对 我们住一天就要打扫一片 老公 这样想就对了 走 我们再把桌子怎么擦一擦 好不好 好 走 老公 你看 你看我们这个现在住的房子 你看房价都涨了多少了 快二百万了 我们什么时候能拥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啊 放心吧 会有的 谁啊 门没锁 进来不 这个地方啊 谁啊 姐你来了 大姐你来了 你们两个都在啊 在哪家 你们打扫的真干净啊 是啊 这快一年了 那个 该交房租了 是啊 姐 我这都给你准备好了 要不 我手机扫给你吧 啊 那个 小花呀 嗯 这个房租呢 一开始我给你说的是一万块钱 我看你打扫的那么干净 我呢 今天就破一次力 收你们七千块钱 真的啊 姐 是 太谢谢你了 姐 你这是个好人 哎 你们年轻人也不容易 不用给姐客气 以后啊 就把姐当成是你们的朋友 行 姐 以后你这房子 我就当成是自己家的房子 肯定会好好的打扫的 好 行 姐 那这样 我们改天请你吃饭 好吧 不用不用 太客气了